大家好,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在我身邊有蕭穎青先生和C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剛好過這個星期,經濟或股市似乎好一點 但個別經濟數據在內地公佈了 PMI似乎略低於市場預期 會否令股市剛剛的企穩,會再有負面影響 8月份,中國大陸的PMI 數字 PMI 反映了生業活動的熱切,或是比較淡 剛好這次,製造業的PMI 比較弱 當中,服務業也比較弱 關乎大陸過去一個月,其中一個影響是疫情 疫情在7、8月份,是有向上升的走勢 變種病毒 因為疫情的關係,在我們控制疫情的時間 社交活動,甚至工廠的活動 運輸,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這對於PMI 的數字,有少許回落 其中一個原因 PMI 的回落,如果是因為疫情 其實不值得擔心 反而這次疫情,再次在南京、江蘇、浙江、湖南、北無盤 很多地方都散了 在大城市 有一個旅行團,去張家界 因為人們去旅行,去過自己的地方,都被感染 中國控制疫情的方法,雖然被人說相對嚴厲 但效果不算不錯 初初被感染,我認為這次死了 有時間都禁不住 但實際上,最近社區的爆發已經停止了 如果用他們的方法 差不多一個月都不需要的時間,就可以控制到 如果全世界採用這個方法,在同一時間發力 其實真的可以將病毒,令到無蠟燭之地 現在人們仍然跟病毒共存 要接種疫苗,不能接種疫苗 六成島,遇到司令,都不能再改善 大部份國家,有些國家根本買不到 如果剛才說是因為疫情 我認為,反而不用單身,只是一時 之前有些地方封城 交通受影響,貨物運出,運輸不方便 商業活動停頓 這是過去的事情 過去的時間,我認為比較多人擔憂 中國對商業的控制政策 對資金的控制,或某些行業 不是純粹從商業角度 而考慮到人民共同富裕 學生的功課壓力 以前沒有那麼多人,作為政府在商業政策上考慮的觀點 現在可能,都要從不同的角度去考慮 會令商界的人,不單憂 中國政府認為,企業或資本的利益 不應該超越人民的整體利益 這是一個很大的價值觀念主義 有些人說,中國政府現在更加回歸到他們成立的初心 即是共產黨的初心 或者成立社會主義的初心 有些人會擔心 是否以前所容許的東西,以後會難度 政府的政策,是理念性、價值觀方面的調整 這種調整,可能與中美角力有關 中美角力下,美國就要將中國描繪成非我族類 即是需要去打壓、孤立 或者質疑它的價值觀 越是質疑它,越要強調它的價值觀,與美國的不同 所以現在,除了實力的較量之外 亦是意識形態、文化方面的較量重了 過程中,商界的營商環境,會否受到影響呢 這個擔憂,會令到資金流逆 實體經濟的意欲,會否受到影響呢 雖然中國政府,三番四次都作了一些解釋 我們共同富裕,不是說要過得這樣的水平 不是軍庫,不會做有36、不做有36 中國以前曾經做過這方面的事 共產黨初期,打啡派,都有鬥地主 鬥資本家 那些人,會有一定的擔憂 這些對經濟發展,可能會有一定的影響 有些說法,中國政府刻意為了準備與美國較量 需要將自己相對虛的部分,變回實的部分 有些泡沫,會早些篤穿,讓它放下氣 我們在內地做房地產,是重災區 應該知道,交投下跌了很多 交投跌了一半以上 今年七、八月份,生意都受到很大的壓力 房地產受壓力 其他相關的行業,都受影響 現在內地二手市場,是銀行借不到錢 政府仍然願意借到一手 一手不借錢,更大事 很多發展商的錢,不能回籠 銀行借出去的錢,不能收回 發展商發的債,不能還 地方政府,沒有錢收 所以,一手放回水喉,都扭小了 二手就小業主,叫你自己負責 借不到錢買樓 借不到錢買樓 亦都賣不出 二手交投,少了 裝修、家電等等,都會受影響 所以這方面,我相信可能會持續 因為對房地產的打壓,是很明顯的 中美角力,靠房地產有鬼用 一個國家,沒理由房地產做得好 就會在國際上取得地位 浩德,你的觀察如何? 剛才先生提到,房地產是很重要的板塊 投資小了這麼多,有沒有其他板塊 你都觀察到,有同樣問題出現? 剛才施老闆說了 因為它會牽動很多相關的行業 例如建築、家電等等 在這段時間,同時看到 某部份基建有少許發力 這段時間,填補房地產上高的回落 當然,基建很靠政府拉動 近兩三個月 地方債發行數字,有部份回升 似乎中央看到,地產在壓制 令經濟動力有少許下降 可能在基建項目上馬 這兩個星期,資本市場開始有反應 例如水泥、基建相關行業 資金都有 甚至水泥價升得不錯 很多基建相關資源,都開始有起動 會否代表,政府禁止房地產投資 但在另一方面,有些財政政策 支撐經濟?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方向 7月份,大家記得7月份 有一次全面降準 有一個貨幣政策 資金上高希望的支撐 這段時間,所謂財政政策 雖然有點像舊路 但有些基建拉動 政府只要肯推動 實體經濟活動比較快 8、9月份,比較明顯 以我理解,內地的息率,有少許回落的跡象 可否跟觀眾說,有甚麼影響 或近後的情況是怎樣 國內的資金面,或是息率,是貨幣政策的明顯體現 在第二季開始,很明顯 如果大家記得,在疫情當中 中共大陸對貨幣政策,都捉得比較緊 除了在去年第一季,疫情最差的時間 鬆鬆後,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中國大陸沒有選擇放水 即使實體經濟走勢比較強 但股票市場,沒有外面做得那麼好 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 過去幾個月,貨幣政策開始出現 反映在中國的10年債息,跌至2.8%左右 其實是近四、五個月的事件 國內政府有多次提及,央行有提及 資本市場,多留意7日回購刷息 它明顯地有少許干預 保持著大約2厘左右 每次市場的銀根比較短缺 你都看到,央行又出手 似乎,現在都是希望營造一個不太差的貨幣 雖然在投資上收緊 其他地方都有少許放緩 師先生,剛才提到內地抗疫非常成功 一個月就清零 但在外國,我們之前也討論過 近來有很多地方相反 跟病毒共存 例如英國已經取消了很多隔離措施 你認為這兩種方向 如果同時出現,會發展成 內地、亞洲區和西方國家的交流越來越少? 西方的做法,是早日讓人民恢復正常生活 不要有太多防疫要求 因為防疫而形成對經濟活動的阻礙 他們都想撤銷 他們的基礎是,有七成以上人接種防疫症後 希望疫情的傳播會減慢 但現時事實證明,Delta的變種病毒 打了防疫症,都是一樣存在 最多是死亡率低一點 英國的確將死亡率,控制到100人左右 一天,比起高峰期低了很多 但一百人一天,相對流近來說,仍然是多很多 所以,疫情要做犧牲 如果進一步,出現新病毒變化 連重症、死亡比例高 他們可能又要走回頭 本來最安全,都是令病毒清零,沒有機會在地球上生存 所以,疫情是否一定能走下去 例如,走過一段時間,人民的選擇改變 人民初初,覺得恢復正常生活很重要 但會發現自己的家人,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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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不同取態 這方面,是未能看到的 另外,有些國家,剛才提及 根本的接種疫苗,達至五成、六成 已經阻力重重 因此,疫情不可以放寬 因此,很多人會重症,令醫療系統崩潰 因為醫療系統崩潰,平時病毒都沒有看過 所以,西方那套,是否能走得到 都是有疑問的 但如果西方那套,能走得到 大部份國家都會走 中國不走,是會吃虧的 因為外面傳播得很普遍 跟外面交流時,偶爾有些東西開放 又要封城又城,對經濟有影響 如果別人恢復正常的經濟活動 經常都要在牆壁隔著 一定是競爭上不著數 所以,我認為,不需要這麼快說,中國一定是不走 看它走的效果,好不好 無論是清零,或是共存成功 似乎有一個板塊,會受惠,就是疫苗板塊 可能很長時間,都要繼續打疫苗 有沒有疫苗消息,或公司近來的疫苗股表現? 整體,如果美股的疫苗股 當然是表現不錯 因為這段時間,最初大家認為 疫情是一次性的 一出入股後,生意免免生意 現在市場開始發展,原來有病毒,又會變種 最初打兩針,可能要多補一針 以後每年都要補一針,所以生意源源不絕 美股的Moderna,不定創新高 大家發覺,不單止病毒和我們長存,可能連疫苗都會長存 之前大家覺得,每年一次性,可能每年都會打 本身不知道有效性是很長的 最初,市場認為疫情很快受到控制,整件事就完結了 接種了這麼大批疫苗後,都未足夠 到現在,疫苗有很多地方都未足夠 例如,台灣才有一批疫苗 很多地方都未足夠 很多市場的觀察,可能2021年對疫苗公司很好 之後就會淡化 最新的市場推測,可能明年都是頂峰 所以,美股相關的疫苗,就比較強勢 港股呢? 港股也有,例如伏星,在中國代理伏必泰疫苗 當然,國內未正式批准 國內有部份,科興疫苗等 科興是1177,山多包帆 大家也看到,對疫苗的盈利幫助很大 比之前大家想像的 接種率、需求和盈利,都比大家想像中高 不過,有個情況,我怕將來每個人都見過 變成不用打針都可以 當然,人命的代價不少 如果中國清零政策,加上近來的經濟數據 有少許強測人意 先生,你猜會否有房地產政策 近來會放寬? 房地產政策,不會放寬 另一方面,西方有很多論述 大陸的房地產有泡沫 將來爆發金融危機 好像美國金融海嘯、肆安危機 大陸都可能有房地產的金融危機 所以,他們看得很緊 另一方面 中國房地產已經蓋得很舊 以前,解放初期的30年,沒有蓋 所以,之後晚蓋、晚蓋,都是蓋出來有用 現在蓋到超過人口的需要 再蓋,就浪費資源 政府一定會緊緊資源,不再流向房地產 所以,對房地產是不會收手 本來,房地產已經是剩下的 但是,還有很多新的城市都在推行收緊的政策 例如,深圳有副市長,調到廣州 然後,在廣州又回到深圳 深圳 指導架等 所以,官員可以握得緊的 有機會被肯定 如果握不緊的,可能會污沙不保 所以,每個人都在這方面,都採取比較強硬的政策 內地,似乎這方面比較難免 但我們講到房地產,通常都會講利息 上星期都提到,Jackson Hole會議 雖然變成往上,亦都比較多的央行官員 沒有出席 有沒有在會議結束後,有些新的發言? 其實,在央行會議後,大家聽伯威爾聯儲局主席 對收水有甚麼啟示 雖然不算很大驚喜 第一,他認為美國放水放了一年多 美國經濟,不需要太強勁 不需要太多政策支持 所以,他們也有提到,明年會開始收水 關於買債的步伐,就會減慢 不過,他們沒有出現一個很清晰的計劃 究竟,會何時開始減減?減得多快?或減多少? 這個,他們還沒有提及 但他們同時提及一個重要的一點 減低買債,就是一件事 加息,就是另一回事 他們希望,收水後再慢慢談談加息 因為加息,對資本市場影響更加大 他們希望,讓市場明白,原儲局都願意按部走斑 結果,應該是上個星期尾 市場反應比較正面 大家覺得收水,大家都不太急 大家都不太急,即是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 資產比較寬鬆的環境 讓市場利好一點 先生,之前也擔心聯儲局,會被市場逼迫加息 會否改變這個看法? 現在市場的解讀 聯儲局出來的態度,是傾向隔 即是溫和,不是鷹派 是傾向隔,而是傾向隔 但另一方面,收水的時間表,已提前 最初,我印象中,是2022年第一季 才有機會收水 現在,沒有那麼肯定,即是有機會早一點 以及對收,已確定了 現在是有需要收 只不過,收水和加息,會分開來做 為何要收水呢? 多多少少,是因為通脹的壓力 令他覺得需要收水 但為何不加息呢? 其實我認為,經濟不太好 尤其是美國政府,未來需要財政政策 去支持經濟,去維繫民生 如果利息太高,增加政府負擔 我認為,他會盡量不加息 但在買債方面,如果通脹繼續惡化 希望買少許債,令通脹不太失控 所以,大家不要一相知 加息會很慢,有機會有少許風險 今集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可以去網頁或YouTube頻道 多看我們的資訊 我們下星期再見 再加息 ultimate information 會寄 請